就是啊我剛剛才發現我是一年前就是7月20號2019年7月20號來同一個地方提案 然後成案了所以就是我們這個專案剛好我們19歲這樣 我們是農地違章工廠回報行動 各位很高興他存活下來了 剛開始來的時候真的不知道就是這一切是怎麼發生 但我現在非常有心得所以大家可以來跟我聊這個東西 OK 好 那我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是一個環保團體 但其實我們除了爬樹之外啊 我們很關心就是台灣的環境 就是大家的生活環境被嚴重的衝擊 像是農地上違章工廠就是一個這樣的事情 它不只是食安的問題 它也包含很多我們土地濫用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一年前我來提案的時候就是很希望 是不是有一種方式可以讓使用者 例如說他家附近就有違章工廠 那他可以回報給我們 那結果來了以後真的還滿成功的就提案了 然後協助我們可以開始進入一些給政府施壓的過程 然後並且現在非常成功的就是 就是我們也有舉報成功 然後也因為有這些資料 所以我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變得更有效 然後接下來就交給小斑 嗨我是那個Dyspiker產品定義小斑 所以經過一年開發之後我們有這樣的界面 可以達到讓民眾可以給我們照片地理系統去舉報 然後地球公民之後會直接把它匯整成公文 然後讓政府給政府去施壓讓政府去拆除 那我目前完成的部分是1.0 就是使用者可以上傳照片 就是剛剛這個前面頁面 然後目前正在做的是2.0 我們希望可以讓地球公民整理公文跟匯整會更方便 那目前上限四個月我們每個月大概有一千名使用者 每個月有60到80件成功回報的件數 每個月最後可以大概有30份成功檢舉的公文 那目前是每週三都會有神秘至少大概10位的參與者 實體線上跨四個時區一起來參與開發 就很感謝大家或是每個來路過幫忙的人 那我們目前正在進入UI2.0 因為上限之後就是會有更多的改版 然後以及我們在做地球公民基金會要整理很複雜的公文 這個是我們整理出來地球公民基金會跟政府互動要發生的事情 就很複雜 然後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可以使用的公文舉報後台 所以我們雖然每個禮拜都有10個人 但是開門社群都要來來去去 目前我們現在需要的是 設計端需要一個使用者研究員 可以到鄉下跟阿伯聊天 然後一起去檢舉做使用者研究跟使用者測試 因為我們目前的UIUX沒有時間 第二個是前端兩個都非常強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有新手加入 那請用Fu.js不要有宗教戰爭 然後第三個後端我們現在是用Python跟專用Template 要做那個很複雜的追攻政府公文的回應進度 最後就是本人有點力不從心 無法做Growth Hacking 我們希望可以對Google Analytics Google Tech Manager 這些人很熟悉的人 可以協助我們做網路行銷跟數據分析 最後Disfutter因為一年存活下來 真的非常神奇 所以我們3個相關的投稿 第一個是專案歷程的介紹 我們會跟你講我們怎麼做的 第二個是Panel 是跟其他NGO一起討論與開門社群的合作 然後第三個是有個workshop來教 如果你是技術人員 你要怎麼跟NGO一起做事情 YES 完了等一下 等一下 開電腦 開電腦現在立刻改 等一下 下一個也是小班的小班繼續 喔對 下一個也是我的時間 所以好我立刻改是2020 好 改完 2020 下一個